也有题目 然后也有需要用到的练习档 那我们的练习档放哪里呢 我们练习档放桌面 我是放桌面上 所以你等一下要确定一下 你的练习档有没有在桌面上面 那如果说呢 你是放在别的地方 那可能你做法上会跟我有点不太一样 那 特别注意就是 我是放桌面上有一个练习档 里面有一个102 那也许我们今天要建立一个新的网站 那实际上一个新的网站 理论上讲起来 它就是一个资料夹 所以呢 你干脆等一下 直接先在桌面上 按下滑鼠的右键 新增一个资料夹 资料夹名称叫102好了 那也许我们将来呢 我的网站呢 就直接怎么样 把它放到这边来 OK 所以这个102实际上 现在是一个资料夹 不过将来呢 我要把它变成一个网站 那我要怎么样 把这个资料夹 变成一个网站 那做法上呢 当然我会需要用到一个 这个Dreamweaver软体 接下来的话 特别注意 往后的动作 因为需要用到那个 Dreamweaver里面的这些东西 所以请各位 要慢慢熟悉 它这个软体里面的 相关功能 它基本上呢 大部分的功能都躲在上面这边 有一个叫功能表 功能表列啦 那另外还有什么面板 这边很多面板 什么档案资源的面板 另外呢 还有什么 CSS面板 可能这个两个东西 我们将来会用得到 比较多啦 这个 跟这个 那至于这个不用 上面这个 如果你不需要用它的话 有个方法 你可以按右键 这边有个关闭 或者最小话 按右键 直接在这个面板上面 按右键 关闭 或最小话 那你会发现最小话之后 有没有 它就会收折起来 当然你可不可以展开 可以呀 你这边有一个叫展开 它就展开了 按右键 最小话 展开 那如果你完全用不到的话 有几个方法 按右键 关闭它 那或者是说呢 你可以把它拉出来 这个面板会移出来 有没有 那你可不可以 移动到任何地方 可以呀 可不可以关掉 可以 右上角有个关闭 但是将来如果你要把它叫出来怎么做 基本上 视窗里面 各位也可以看到 这边有这些面板 比如说你可能不小心把某个面板关掉 你也可以从视窗里面 去找出 这些面板 那各位可以看到 像这个档案的面板 基本上就对应到它 也就是如果你今天不小心把它关掉 你就在到视窗里面 再把它打勾 它又显示出来了 好 那这个CS的样板是对应的 对应这个 所以如果你这样的哪一天 不小心把CS的样板 关掉了 那你也可以直接从视窗里面 再去把它叫出来 大概 把简单的环境介绍一下 那有空的话 你们就自己在 把相关可能会用到的功能 稍微熟悉 那也就是说如果你把这个环境熟悉之后 以后你就可以拿它来 架设网站 那第一个就是 把这个 最后一个打开 第二个 先 要做一个网页之前 请务必记得 要先新增一个网站 那要从哪边开始 特别是 反正以后 记得 你开启zoomweaver 你就先找网站 无论是开启网站 或者新增网站 它的道理都一样 都是从网站开始 那我们网站 请你选择 无论是你是 开启或新增 都是从这边开始 新增 那 接下来他要问你几个问题 这里非常好解决 第一个你的网站名称叫什么 给它叫102好了 我们用一个简单的名称 第二个他要问你说 那你的网站的资料夹在哪里 那因为我刚刚有新增了一个空白的资料夹 放在桌面上 名称叫做102 就这一个 所以特别是要 等下请你先在桌面上 自己新增 手动新增一个 102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呢 把它选起来 名称就102 资料夹名称 102 直接按一个 储存 好 储存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现在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 那怎么办 你可以把 我们需要的文字 跟图档 放进来 从哪边放进来 请你从 练习档里面 把这个档直接拖拉了 复制进来就可以了 Ctrl 键按住 复制进来 OK 那我 刚刚这个动作 就是把那个 我们会需要的文字 这个data 跟里面的图 图是放在一个资料夹 叫image 里面 把这些放进来 还有一个default.htl 这个是它自动已经产生的 那你把它丢进来之后 你再切回到那个 Trimweaver这边 它没有出现 不过你可以发现 上面有一个叫重新整理 也就是如果你今天 丢了一些档案进来的话 那你可以 点这个按钮 或者按F5 都可以 我把它按一下 你会发现 现在底下没有看到东西 按一下 全部都出来了 那待会我们要做什么呢 一 先开启这个 default.htlm 这个就首页 开起来之后呢 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 空的 为什么 因为呢 你等一下要 学会怎么样把这个文字 也是要再打开 把它 Ctrl A 全选 C 复制 再移到什么 default这个网页 因为它现在什么都没有 只是我要 先放文字 那文字就是从哪边来呢 从这个Data 这个档案里面 贴过去就好了 所以其实 主要是 做贴上的动作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Data 这个档案关掉了 那我们基本上呢 就完成了 第1个动作 它要我们做的就是 先把那个 Data里面的资料 先帮我把它放过来 好 那再来后面呢 还需要做哪些事情 其实呢 各位都可以参考那个 我们在 呃 这个 练习档里面 这个练习档里面 我把它 把它放大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到 102 有没有 第1个开启这个档案 编辑 有没有 那编辑 哦 实际上就是打开它了 我刚刚是先做2 把那个文字档这个内容 有没有 贴到 影像的下方 啊 刚漏了这个动作 不过这个很简单 logo.gif 我要把它放在第1个段落 那我怎么放 其实基本上很简单 第1个段落在 在上面这边 你可以按一个Enter 在这个地方 那我如果今天需要 把这一张logo 有没有 把这个 image 打开来 里面的话会有一张图档 我如果要把它放过来 最简单的方法 拖拉 放开 放到哪里呢 放在这一个段落的时候 放开 它会帮你把图放进去 好啊 有没有替代文字没有 按确定 这个时候图就进来了 OK 当然你也可以照那个 我们题目的要求 先放图 再把 data 贴过来 OK 然后 就按照它的顺序 反正将来考试的话 基本上 我们也会给各位一个纸本 那你去考 证照考试的话 他也会给你一个纸本 纸本的部分的话 就是你要按照这个顺序做 好 那我们已经完成前面两个项目了 1 2 之后的话 那待会的话 我们会把 底下3 一直到最后 反正就是到9 完成之后 那一个网页呢 就做完了 就类似像这样子 OK 好那请各位 先试试看 先把那个环境先搞定一下 好 谢谢